竹女白天很多事 竹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竹女家務事 今天這一集不得了啦 米其林必比登來囉 好享受 對 歡迎喔 今年 冷靜 今年是台灣米其林 舉辦第四屆 然後其中非常受到大家矚目的 就是這個米其林必比登 它就是由非常多的專家 挑選人出來 就是這三道菜呢 必須要在一千塊以下的 高CP值才能入選 那台灣呢 今年是有三十五間餐廳入選 真的太棒了 那三十五間那個餐廳 一登出來的時候 大家開始狂訂了 聽說姐姐也跑去排隊 一定要各種超順 因為必比登的推薦 就是會讓我們覺得很窩心 它都是平民美食 大家都可以吃得起 要不然那米其林心 有時候要為了沾那個心 其實真的很貴很難 沒錯 但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坐在我右手邊這四位 他們到底有什麼資格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美食家 也是見多吃過嗎 懂吃 吃貨 多懂 對 我看起來好像一副就是那個 小屁孩的樣子 對 然後好像沒有吃過 什麼高潔的東西 但是 都市貢品嗎 沒有啦 什麼 我這個人類的食物 男生 你怎麼睡覺在蟲啊 我那個是用吸的 那個是吸的不一樣 對 因為松山有一個 很有名的那個中泡塞 然後他是辦那種 流水型 流水型的 夜型叫做阿丁師 我是 他平常是不收學徒的 我是他親自指定說 你有機會 成為未來的中泡塞 等那一個人選 他當天一定是有 有機會 他一直都會 好 那竹竹咧 我跟妳講 妳是好吃鬼嗎 我跟妳講我就是個標準的 吃貨 雖然我可能下廚 廚藝不驚 但是我吃過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我身為一個 俯成的女兒 妳知道俯成就是全台灣 美食最多的地方 真的 好好 真的 我超愛去的 妳被這個俯成訓練出來 妳這個口味是很刁鑽的 為了要搶奪今天這個機會 真是不擇手段 旅遊專家變美食專家 是怎樣 是怎樣 美食本來就是旅遊的一款 真的 而且我不只是董事 會吃 妳知道 我真的是什麼都吃 貴的吃 平價的也吃 然後呢 好吃不好吃 我都吃 我手機打開 全部都是吃的 以外 不瞞大家說 真的假的 我發誓 我真的有把照片 給製作單位 我以前九十幾公斤 一百公斤 然後我現在三十腰 那妳幹嘛啊 妳吃這麼多 我以前 我跟妳講 我就是瘦了 才可以吃更多的東西啊 是不是很勵志 然後呢 我必須要說 請大家睜開眼睛看看 睜開眼睛怎麼樣了 我曾經出過一本美食書 今天在座的你們幾位 有出過美食書嗎 沒有 我跟你講喔 你這個書 只要一拿 翻開封面喔 只有一三五零了 沒有 我跟你說 你看裡面滿滿的美食 而且大家看一下喔 今天的主題是米其林對不對 超好吃 早在台灣還沒有米其林的時候 我就出這個米之連 米其林的 香港的美食書了 OK 我今天在座的 應該是只有我最有這個 坐在這裡吧 真的耶 目前為止 欣賢是 而且我跟你講 欣儀也不黃多 讓欣儀開餐廳的 不好意思 可是她不會做菜 欸 這樣就不算帥了 這一集是懂吃 不是懂做菜 對 好不好 我個人呢 覺得我大概是 今天最有機會獲勝的人了 畢竟大家都知道 我家是開餐廳的 對 不懂吃怎麼開餐廳 真的 今年的這個米其林餐廳呢 我個人就吃了十七家 四位呢 都把自己碰烘的 好像真的很厲害 其實他們真的是 在關公面前耍大刀 我們現場 來了 要為美食家耶 為我們廚師 小天菜 對 所以呢 今天這個三位 要來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他們美食這些經典 厲害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但是這四位 你們呢 不能平白無故的 就吃到我們必比登的美食 因為今天我們把美食 都準備到攝影棚來 對 所以呢 我們每一家厲害的餐點 要上來的時候 你們都要經過考驗的 對 要答對我們的題目 才能吃到我們的美食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要上菜 我們的第一家餐廳 謝謝大家的分享 好可愛 請快學老師 好好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些幹部裡面 真的太好吃 我跟你講 今天真的是絕了 今天真的是 然後這家特別有三絕 它的肉呢 食材都是最新鮮 最原味 然後二絕呢 就是它的 它的用心跟它的認真 然後還有它本身的專心 做出的這個料理 那三絕就是 它做菜很簡單 它裡面有牛尾 它的牛肉呢 好像 好像提琴 對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牛肉 牛排等級的 對 牛筋也是 幾乎就是牛白條 一桶牛 只有兩個牛白條 它就至少給你 四分之一了 老師 你們在想說 我在夾菜 我的頭水 猛 真的耶 不是對不對 重點是我們現場 是熱的是香的 對 沒錯 然後它的番茄很特別 它用了四種番茄 黃金番茄 還有牛番茄 還有我們台灣本地產的 烏雞仔 很特別 什麼叫烏雞仔 烏雞仔就是土番茄 對 這樣子的話 就是番茄其實它酸度甜度 對 它有一個層次 然後再來的話是 它用了兩種的洋蔥 它不是用車程 它用進口的 黃金洋蔥 它用紫洋蔥 它還用一些 對特別的祕密武器 去熬製出來 包括它煉出來的那個牛油 一起讓你一碗麵 可以吃各種不同的風味 對 牛腥牛腥 沒有殘血 對 沒錯 所以你真的好恐怖 那我們現在可能 在旁邊都覺得很痛苦 那這還不打緊 它還有推出季節性的 這個紅糟 雞腿麵線 所以如果不吃牛的話 就可以選這個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老福州人 它的這個麵線裡面的湯頭 除了紅糟的甜以外 它還加了一個祕密武器 就是紹興酒 所以你 是紹興酒 紅糟的甜 因為紅糟是有點發酵 還加上紹興酒 又是黃酒的一種發酵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 整個身體都軟過起來 真的 它是好香 我要給牠們先啤匠 你要這樣子勾引牠們 好香 超香的 超香 這太殘忍了 真的 冬天吃最好的 就看著要聊出來 所以你知道 他們不是只有牛肉麵 在好吃 在烘而已 而且冬天吃最好的 跟紅糟的東西是溫補的 對 女生的身體非常好 很爛 冰冷 但有沒有內行人必點的 對 就是老饕特別要推薦的 是他的這一盤乳拼 那我看起來就說 這盤乳拼 你知道 他的乳拼的那個 光是他的這個花劍 你知道他挑什麼部位嗎 他挑的是那個 牛的後腿 我們講 蓋滴 肥波 雞波 然後肉很嫩 因為基本上 它是帶一點凍又不是很凍 對 因為蓋滴那裡 比較早凍到 花劍 最嫩的 對 最嫩的 這樣有風味 這一塊 對 補製之後呢 我跟你講 都彈彈的 我跟你講 它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祕密的武器 對 台灣最貴的酒 什麼酒 知道嗎 最貴的 有機門高 我跟你講 光是這一位 我跟你講 他把所有的中藥味十幾種 什麼丁香 什麼草果 我跟你講 完全融合在一起 這一個 我跟你講 你就完全 光這個 你就可以 扒飯 扒好幾碗 我跟你講 你看那一塊鯉魚 他吃起來呢 它的味道 真的很像有在吃牛肉乾的味道 但是它的口感 因為我們吃牛肉乾 口感比較紮實 對 它的那個口感 卻是軟嫩帶Q 是 它的筋不是爛的 是Q的 所以那個口感 層次很豐富 我們現在要來考考你們囉 好 以下哪種水果沾醬油 是福州人的特別吃法 一 龍眼 二 荔枝 三 芒果 這個 水果沾醬油 是福州人的特別吃法 好巧不巧 我阿公就是福州人 真的 這一次 我的老家 前面就種了一個 龍眼素 不要改 不能改 等一下你不能改 我們要先煮牌吧 對 要先煮牌 對 你幹嘛去老爸老機在講嗎 對 所以我的答案是龍眼 好 來 所以你阿公來台灣那時候 有新牌撒基豆嗎 有 一定要的 其實福州菜裡面有一道菜 叫 對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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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阿公 等一下你變炸了 阿公 沒有 你不要 真的像是 你笑子喔 連我都想上去救他 我現在找東西 我沒有東西可以找他 所以你答案是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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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我們來聽老師講一下 阿公 那前面那一棵樹 是荔枝樹 可是還沒長大 對 那一棵好像小顆 是比較小 那小的時候 我們都跟我們說 我們叫荔枝樹 那我們來聽老師 來講一下這個緣故好不好 因為福州人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 說這個荔枝啊 如果不沾醬油 很容易上火 所以沾了醬油呢 就不會上火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福州人很愛吃甜 你們有沒有發現 福州人你看 他荔枝魚 他其實那個魚是把它炸過以後 還要荔枝去把它燒 那一定要加醬油 所以你會發現 所有的福州菜裡面都偏甜 包括 包括佛跳牆 有沒有發現比較甜 它很清爽 但是它的湯頭是很甜 偏甜 那很適合 這叫福州人愛的女兒 來都是甜的耶 對啊 你也是答對的耶 幹嘛這樣 來來來 中間答對的請 謝謝小阿妹 我跟你講 你們兩次不吃辣 那辣椒汁好吃耶 我要吃一個這個 我要吃辣椒 不吃辣 太可惜了吧 牛吃辣椒 一定要喝一下我們的 我也是 那個開咪真的不是 這個跟一般的不一樣耶 很軟嫩耶 而且吃到會彈牙 對 一定要沾它的醬油醬 你剛剛那個乾麵要想要什麼嗎 什麼 想要什麼 想要阿公 不然我剛才就是 我想到那個 少女的酥胸 馬卡龍 然後我們就是 它就是你就是 痠痠的軟軟 然後又滑滑的 又軟又Q對不對 趕快吃他們的紅椒雞 對 我可以吃這個嗎 因為我超愛吃牛肉麵的 那你吃 因為我剛剛喝的 你看 牛排牛排 我最喜歡吃這種半筋半肉 那也好香 那我吃 來 太過分了啦 你看我這樣一咬 我剛剛畫牌耶 真的 那個真的好好吃 這個真的好好吃 你看這是 這個 好嫩的 牛肉的口感 你看 真的 真的 我可以吃過這麼 就是入口即化的牛筋蘭 對 很好吃 來 祖祖你講一下 你喝的是這個嗎 他喝的是紅椒雞 好好喝喔 我剛剛也都喝了 你會有一點甜甜的在裡面 那種燒 燒心酒 對 燒心酒的香味 然後是那個 黃椒的香味 那個發酵出來那個甜甜的 然後後面 後味 就會有一個 清香的那個酒香上來 講話會有點清飄飄的喔 真的嗎 但是它不會讓你一喝下去 有些是很刺鼻 最重要的是一點會紅潤 對 它很溫順的感覺 我剛剛淨淨姐講那個蕃茄 我覺得是在湯 我剛剛喝了一口那個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我繼續吃啊 你看心儀的你 我已經沒有靈魂了 你這樣子 已經沒有靈魂 我的靈魂會抽乾 我跟你講 這個湯的靈魂是 我的靈魂被人家帶走了 好啦 我們放過它 你後面還有機會 你好好加油好不好 後天店我一定要聚 他先掃吃 真的 太好吃了 謝謝飛鑫老師 謝謝老師 香味 謝謝 這一家是台菜 非常有名的一家老店 然後它為年輕人 開了一個特別的年輕人聚餐的品牌 然後那它的菜色 也都是老菜 然後做了一些傳統 手法上的改變 一般傳統豬腳 可能是用一個單一的部位 那這一個豬腳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用了 同時用了前腿跟後腿 然後讓它的味道是比較多元化 然後那分別料理之後呢 把它對到一起 然後再把它融合起來 做成一個特別的 用三杯的醬汁 把它做成一個新的組合 老師 我覺得這道菜很有興趣耶 對 皮蛋啊 然後跟那個糯米辣椒啊 然後一起來做的一個菜 湯其實是一個傳統台南的東西 然後它是用 台南的虱目魚 對 超級漂亮 然後來做出來的一個 台南的天 湯的虱目魚 對啊 那個湯頭也加了鹹 而且加了白味噌 對 然後蛤蜊這樣 湯頭一定會感覺很鮮 又鮮又甜 天啊 那感覺超厲害的 然後還有這個 它是一個傳統菜 原本是那種掛菜 然後來做 那像現在年輕人 他就把掛菜改成絲瓜 然後那裡面還弄了一個蛋 用鐵板煎了一個蛋在底下 對 小明星要蛋煎 對 底下 在這裡 對 它這顆蛋又 整個打在這個鐵板上 對啊 那不過到這個店裡來呢 我覺得最不能錯過的呢 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滷肉 這滷肉簡直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可能光這樣子 一塊肉 你可以吃一碗飯 真的可以耶 而且超讚 這是那種傳統手藝 就是台菜 一定要吃的一道經典 沒錯 就是好像吃到媽媽的味道 的那種感覺 是 對 對 肉吧 很精靈 是 好 回頭的感覺 小心 來好 大家喔 準備好了 鬆花蹄蛋是養鴨人家 不小心發現的 當時他拿蹄蛋做了什麼事 第一個換餐 第二個進貢 第三個救人 因為我覺得送花蹄蛋 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然後感覺比較高級一點 所以應該是以前那個年代 那個都應該是最好的東西 給皇上或是給誰吃 對啊 進貢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要請天靈老師 來為我們公佈正確解答 好 那個答案是第三 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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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芝芙吃 可是因為玉竹覺得好臭喔 然後就覺得好吧 那就給你吃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松花蹄蛋 其實聞起來臭 可是吃起來的時候 是很香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救了這個芝芙的 好可愛喔 超重 對啊 其實也是算進貢 到那個SENRY去進貢 不要再凹了 不要 就是救人 是這樣 我們要發餐去喔 謝謝 來 來 請放 請讓子要 粗動 拿到這筷子的感覺 完全就不一樣 好隨身喔 對啊 趕快 你不可以吃起來 謝謝阿公 真的 還好阿公大人有大量不可以記掉 看到 三杯剛好收汁的時候 那個Q彈的豬肉 剛好吸收了那個 三杯的醬汁的味道 然後讓它非常的順口 而且吃的瞬間 感覺的膠原蛋白 突然敷在臉上 對 真的 而且它瘦肉的地方 完全不會柴 就是它的每一條肉絲 你都可以吃到它那個味道 是滷進去的 然後包括它那個肥的 那個比較肥油的那個地方 你也覺得說 不會覺得好像卡喉嚨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 它的那個 讓這個瘦肉 有一點潤滑的效果 然後再加一點九層塔 那個味道整個提出來 而且欣盈是直接挑皮 直接挑皮喔 最常的就吃那耳朵 對 是不是 我跟你說 因為它滿滿的膠原蛋白的感覺 而且它那個膠原蛋白 感覺就是直接在你嘴巴裡面劃開 然後有一些 做得不好的豬腳的皮 會超難藥 它的皮非常Q彈 然後很軟嫩 然後你就 你可以吞進去 很好吃 老師說必須得吃的滷肉 必點要挑戰一下 很好吃 真的配爬飯 滑嫩的感覺 然後一點點那個油 再一點點那個瘦肉 是不是 厲害 白飯 媽媽要賣飯 而且重點我們這種忙 沒有人要管這個孩子 不算人 反正 反正我也不吃豬腳 好酸喔 那我們就喝薩仔魚 麵糰湯 只好喝薩仔魚暖暖胃了 對 只好說那個 艾瑞克最想吃的薩仔魚囉 對 今天也不會這樣吃 對 真的 台南人是喜歡吃虱目魚 好愛 真的湯頭 你會喝到那個所有海鮮的精華 你感覺好像那個 海鮮是像滴咖啡一樣 一滴一滴 把那個最鮮的那個味道 去滴進那個湯裡面 但是我覺得那個味真的 味道提起來 反而讓這個魚更鮮甜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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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殺糟恨